在今天的节目里 我们要为您介绍一个非常特别的铜管乐器 它的身体可以伸缩 可以变长变短 那就是长号 也就是大家俗称的伸缩喇叭 今天我们邀请到一位长号的演奏家 张李宗 张老师来到节目里 为大家介绍这个特别的乐器 张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好 老师我首先想问您一个问题 你可能会觉得很傻的问题 就是一般我们看到很多管乐器都有按键 它都是按那个音 然后吹斗人弥发搜 那长号都没有按键 那怎么吹斗人弥发搜 这个也就是长号的一个最大的特色 因为长号从500年来 它的外形就是这个样子 它的外形就很像一个大型的回纹针 我们就是利用这个滑管来改变音高 老师那你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因为您看今天带来了好多支 三种 长号的家族 对它有什么不一样呢 这一支出现的年代是最久远的 它叫做中音长号 那它的喇叭口还有它的管径呢 都是长号家族里面最小的 而且它的调性也不同 最高吗 它是属于降一调 它的第一个音 泛音系列是降一调 那我们一般常见的降B调的长号 就是像这一支 对它只有一个 它是最常见的吗 只有一个按键 那再过来这支最大的这一支 它有两个按键 这个地方有两个按键 叫做低音长号 它的喇叭口还有管键都是最大的 那老师这个滑管 它是怎么伸缩的 我们看起来就是 就是这样子 只看到一个管子 看到一个管子 对 那实际上呢 它是可以一直拉拉拉拉拉拉拉 拉到这么长 拉到这么长 那老师那学这个乐器的人 是不是手臂应该长一点 比较合适啊 对 有个玩笑就是说 你的右手比左手长 拉到最后会直叶臂 是不是 右手会比较长 会长长一点 那老师那时候 您为什么会想要学这个乐器呢 因为那个时候 初中的时候 人比较虚荣一点 常常看到学外面的军乐队 在游行的时候 第一排的乐器 就是长号 长号都站在第一排 对 一眼看过去呢 对长号的印象最深刻 而且他还会这样动来动去 对 所以很清楚 所有的人都要让开 让我们前进 是这样子 是的 老师那我也看到您今天带来了 好多好多不同的吹嘴 对 那他们又有什么不同呢 为什么长号需要这么多不同的吹嘴 对 其实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 长号的一个配件之一 那根据它的尺寸呢 还有它的音色 还有你喜欢 个人喜欢的一些特质呢 我们来挑选我们属于我们自己喜好的一些吹嘴 那像游的外形就是比较曲线 比较直的 有三层三角形的 有曲线的 还有各种不同的这个 都有不同的作用 对 因为游的看起来像酒杯 也是看起来像铃铛 对 那老师你今天也带来一个透明的这个吹嘴 它也可以吹出声音来吗 这个在国外是一种示范教学的一种一个吹嘴 可以吹出声音完全没有问题 只是它的声音没有金属的浩嘴来的结实 那老师那这个长号的音域里头 它的最高音跟最低音是怎么吹呢 这一根滑管里面有七个把位 可是要可以吹出差不多二十几个乐音出来 所以它不尽然都是很低的声音 它也可以吹比较中音域的 或者高音音域的声音 那甚至于因为它可以滑动 所以是不是它在音笔上有一些 特别的技巧可以让大家学习 像那个常常听到铜管特色里面 最常见的Glizando滑走 这可能其他的乐器都做不到 只是它非常特别的地方 那我们今天也谢谢老师 为我们这样子很清楚的解说 那接着呢 我们就来欣赏张老师今天 为我们大家所演奏的长号音乐